大家好,今天要开封的是港铁载压列车1998自然载的基本套装 基本套装和高级套装 首先开封高级套装 先看看高级套装 港铁载压列车1998自然载的高级套装 这里有个简介是关于机场快线 就是有个路线图 机场快线是连接香港国际机场亚洲国际博物馆 和香港商业中心区最快捷的交通工具 亦都是全球其中一条最优质的机场铁路 全线共五个车站 机场快线全长35.2公里 旅客由机场前往中环市中心需时24分钟 这里有个图表看一看大概样子是怎样的 机场快线的logo 机场站 有点简介 其中一个卖点就是 这套高级套装是有青马大桥的 对 对 至于基本套装的简介方面 都是说这些东西 简介一样 但是就 它那个 就是 关于列车的资料 就放在这里 就没有那个 版面设计 展示出来的 对 有什么版面设计 这里 上面看到全景 这里呢 看看 有些什么 馅在里面 这里就看到全景 很重 这盒 高级套装 重 看看 看看 不用 它是全新的 这盒 盒都保存得很好 那 这里有些简单资料 之前说 机场快事的时候都说过 车长度大概184公尺 每小时最高车速 行车 即是车车的时候 就135公尺 试行就140公尺 7个 7个座客车间 1个行李车卡 那座位 也是上次所说的 那座位 62加2 其他就 64个座位 即是全部都64个座位 那 后面 看看 主要说它有什么 的淡在里面 现在就 开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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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樣你會不會弄到 來,這樣你會不會弄到 然後還有露鬼 貼紙等等的一包 千馬大橋 還有有一列的A-Train 三卡的A-Train 現在打開了基本圖像 基本圖像吸殘舊 簡單一點 還有貼紙 車子放在不同位置 這裡應該是香港站的站頭 一個弧形車站 香港站 現在砌了 大家看看 在砌之前 先開一包貼紙 大家看看 很好笑 這個停車的汁 這個基本套裝 香港站 香港站 兩個香港站的貼紙 這裡說 往機場和保険館的列車即將 開出 一個電子 告示版 電子 告示版 市區預版登機 機場快線 機場和保険館 還有一部機場快線的手錶機 有一個客務中心 有一個職員在裡面 是穿著機場快線的手錶機 是穿著機場快線的手錶機 有一個出口的指示牌 還有一部 有一個 卡通的手錶機 未必會貼下去 免得老化了 想保存得久一點 有一個 介紹這架列車的卡 卡通的手錶機 例如 如果你多買幾個 車 其實重買一托 這些 不好意思 重買一托 這些介紹列車 卡通也挺有趣 好 組裝就完成了 讓大家看看 組裝就完成了 事不宜遲 事不宜遲 看看 那個 入電 怎樣 E108 車上 E108 這個是行李車卡 這個應該是F108 沒錯 F108 那應該是F118 那應該是F108 這一個 大概是F118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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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沒有電呢? 這顆電,先看看 OK了,現在把它關上去 好,這邊把它關上去 準備開始 這個香港斬 慢走一個圈 接著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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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接著快走 好,那現在就會組裝高級套裝 剛才那個就是基本套裝 拿一拿這份東西看看 看一看 哇,把東西都掉了 好了,這個 簽了大條 看一看貼紙 未必會貼的 看一看有什麼 來提供 依然是一個客戶中心 一部增值機 多了 還有一部,這個是不是升降機呢 應該是 一號客溫大樓 機場站的標誌 這裡有一個宣傳的標誌 即是在機場站那裏就會有的 即是機場站那裏真的有一張宣傳海報 全程最快的 直達市居止需要24分鐘 機場座位 機場行李車 這裡有個 那些 機場站位置圖 即是車站指南裏的結構 車站結構圖 有些資訊 應該是其他交通工具的資料 還有兩部機場快線手錶機 這個高級套裝的細緻位置更多很多 我似乎比較起剛才的基本套裝 這個呢 跟剛才那張一樣 也是介紹一部A-Train 這個先收起來 現在就去組裝那部 高級套裝了 稍等了 好 組裝終於完成了 大家看看 現在 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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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